9月1号就要开学了 为了让学子有安全的土树环境 花莲市公所配合环保署指示 一连三天展开校园消毒工作 市长魏嘉贤表示 花莲市国中小以下 以及公立幼儿园共有34所 市公所会在开学前完成消毒工作 但防疫措施人需师生 以及家长共同来维持 唯有从自身做好卫教管理 才能杜绝感染源 花莲市公所接获环保署的指示 要在开学日前完成校园的消毒工作 因此清洁队特别调派人力 分三组有9名的清洁队员 在执行这项任务 要在开学之前完成清销工作 那我们这次清销的部分 也是针对疫情之后 那学校停学 然后开学之后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国中小以下 还有公立幼儿园的部分 我们来做相关的环境清销 那包含了运动空间 走廊 还有一些我们孩子 比较常出入的一个公共领域里面 那我们希望说经过这样的清销之后 能够减少我们学校的负担 也可以让家长孩子们更安心 放心 那我们也希望说疫情赶快退散 能够让所有的人赶快的 回复到正常的轨道 那我们再次感谢非常辛苦的清销队的弟兄们 每日每夜的为大家付出 除了环境消毒 学校部分也遵照教育部的指示 做好了各项防疫准备 我们所有的班级都订了隔板 而且我们是订那个两用的 不会浪费 到时候可以垫在桌上当材质板 对 那刚才还有提到 户外的是300人 室内是80 我们都会依照规定来做 那我们的体育馆很大 所以我们也会区隔 戴口罩 我们有量体温 还有酒精 那导师们也都会及时的 为孩子们把关 还有校护 我们所有的同仁都打过疫苗了 那只要进入校园的 相关的教育人员 我们也都是劣策 所以这一块 请家长放心 我们一定会把防疫工作做好 花莲市辖区内 国中小以下学校 包括副社业务员有34所 清洁队从8月25号期 一连三天 针对了各校一楼的楼梯 扶手走到墙面 洗手台 厕所 花圃等地方 以西市后的赤绿酸辣水 一一清消 市长为家前强调 尽管消毒工作 做得滴水不漏 不过防疫工作 还是必须靠师生 和家长一起来遵守 唯有大家吸手抗疫 才可以避免被感染 这里会幻视报道